说啊,这从来都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要狗才是新闻 现如今,狗咬人成了新闻也不知道是人变成了狗还是狗变成了人 反正啊,咱不过于戒毒 朋友您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23日 话说就在今天晚上,河南安阳通报了对社狗咬人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通报指出呢,安阳市委、市政府责令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文丰分局、文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四个单位所处深刻检查 并在全市通报批评 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情况为 给予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张战芳借免谈话处理 给予南阳市城市管理局执法支队监管检察科副科长兼市城市管理局专项治理办公室副主任郭霜军党内严重警告 即大过处犯,并给予免之处理 给予安阳市市场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人、二级高级主管蔡国强借免谈话处理 给予安阳市文峰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冯海军寄过处理 给予安阳市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马彦峰政务警告处分 给予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中华路派出所所长杨战山借免谈话处理 给予事件当事人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科及稽查专员王新刚 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并调离执法岗位 据了解呢 11月19日安阳市成立了狗伤老人事件工作组 看来事态挺严重 经核查涉事的两只犬经过训练和芯片植入 中国工作犬协会为其颁发了犬注册登记证 该协会介绍呢 该证不能作为认证工作犬的充分依据 目前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已对涉事犬支进行受容 并注销了涉事犬支的全阳登记证 同时呢 安阳正组织对全市列行犬大型犬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 工作组核查发现 11月9日在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门前发生的冲突中 有人携带的伸缩罐贴有警用标志 但为非警用制式装备 有关部门已经对伸缩罐携带者做出警告处罚 并依法没收伸缩罐 关于网上反映的李小莹涉嫌诈骗百万问题 工作组已责成安阳市委政法委牵头 组织市政法单位和印度区公安局检察院对该案件进行复合 话说啊 这9月20日 中州阴地 一贵瓶养的两只贵瓶犬 被一女子牵着 在小区六湾时呢 惊吓咬上了一位八旬的老人 老人家呢 始终也没敢让他们赔偿什么 只是想让涉事的狗主人给他们叨个歉 可是身为执法人员的狗主人王新刚是大包大揽 护着遛狗的妻子 自己是全权处理此事 结果呢 不是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是将小事化大 大事化的是天底下成不下 硬生生的坚持了两个月 结果是气哭了女记者 停了执道了歉 顺便还带出了暗中案 那若问这位执法人员为什么这么牛呢 简单两个字 嚣张 身为公家人 岂是执法人员 这位大权十权都在握 顶着大概冒是郭会在头上 意义生辉 牵着执法犬 不是 是心理扶刀犬 要无扬威 昂首挺胸就出现在了 见了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出 点头哈腰 唯唯唯诺诺的小商小贩们面前 那场景 那排场 那战事 那气度 那气场 那什么都 简直都绝了都 嚣张吧 跋扈吧 不可一世吧 只可惜 这一位大男人 也不比那一位小女人强多少 有朋友会问了 哪位小女人啊 就是今年年中 干翻了 灰州燕的 灰州燕老板娘啊 就是那个 说自己的狗 比别人家的孩子 还值钱的 灰州燕老板娘 今天这位呢 也未幸免于难 可以说是头发短 见识更短 事发两个月 媒体是持续做了 十期节目之后呢 当时狗主人 河南省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食品药品 稽查专员王新刚 19日夜晚 登门道歉 说前段时间 我家的狗咬着你啦 牵狗的是我爱人 过去你们也没有提过伤口和费用赔偿 有啥要求你说 诚恳的给你赔个不是 被狗咬的 耿大娘的家人 黄女士呢20日接受采访说19日道歉时 她说从来没有过赔偿 意思呢是说之前没有见过面 这个事情从发生到现在 我们没有跟对方提过一分钱的赔偿 包括我妈打疫苗的钱都是我们自己拿出来的 因为之前呢 她在其他媒体上也发了 说当时通知物业和社区的人 让我们双方在一起调节赔偿的问题 这个根本不存在 事情需要她澄清一下 话说 事发两个月前的9月20日 78岁的耿大娘散步时 被捅住在一个小区的王新刚 喂养的两只黑色巨型贵鞭犬铺上 有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这贵鞭犬分为四种 一种呢是大型贵鞭犬 也叫巨贵 另一种呢是中型犬 还有一种是小型犬 再有一种是微型犬 也叫茶杯犬 视频显示呢 两条狗站立时 甚至可搭到耿大娘的肩膀处 耿大娘的家人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呢 这两条狗就是这么围着它 一个80岁的老太太就这样围着咬 身上的狗牙印 爪子扑的抓痕印都很清楚的 狗主人呢是在场的 他说那不是狗咬的 是老太太自己摔的 随后河南当地媒体曾多次与 耿大娘家属前往公安城管部门 希望能够对这一事件 进行协调解决 但是在节目中呢 安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执法中队负责人说 本案来说大型犬制是不给发证的 不属于适合饲养的犬制 记者就问了 这种情况下咱们肯定是要有所作为的 安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执法中队负责人说呢 大型犬制归公安部门管理 咱一个基层中队不管理这些 记者就问 如果是非法养犬 大型犬制归谁管 咱们现场说清楚 辖区民警说 狗的管理办证应该属于城市管理部门 如果有人就是说狗的主人纵容直屎 那么就构成了故意伤害 记者就问 你说这些东西归公安管 公安说归你们管 我们觉得这个事应该是公安城管联合执法 对于禁阳犬制抓捕的行为 肯定属于城市管理执法局的 随后呢 记者又联系到了安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希望查处禁阳犬制 但王新刚及其家人始终都没有开门 城市管理执法局表示呢 拒不开门 只能要求队员加强巡查 此后 耿大娘的家属又前往王新刚的工作单位 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对其进行举报 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说呢 你举报他什么事 耿大娘的家人就说了 因为他是公职人员 已经触犯了公职人员政务处罚法里面 违反社会公序良俗 严重违反家庭美德社会功德相关条例 我们可以要求党政机关对他有一个危机的处罚 在此过程中呢 从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办公室内 走出了一群人 与记者及耿大娘家人发生了冲突 其中呢 有人携带警官等器具 随后 这位王新刚声称住院 其单位 物业城管 公安等各部门 均未有进一步答复 媒体记者在镜头前落泪 两个月的发酵之后呢 才等来了王新刚登门道歉的场景 耿大娘的家人说 我们要一个态度 要是道歉 一番钱的赔偿我们都不要 因为他已经道歉了 这个事到现在为止就已经画上句号了 原本一件不到的纠纷 却引起社会的维权和城市管理的大讨论 一件小事面前 城市管理及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何就失调了呢 主人拒不承认 层层执法部门失手 嚣张跋扈 观光相位何以致辞啊 事情还没完 咱前面说的媒体记者对着镜头就哭了 这哭的是媒体记者小丽 她的哭也值了 不仅大狗咬老人的男主人王新刚道歉了 而且呢女主人更是被牵出了巨大的宝藏 据悉这侮辱木齐的杜先生称 狗的女主人李小盈以帮忙办事为由 骗走了她的一百万元 杜先生发帖说 最近安阳狗咬老人事件成为网上热点 李小盈成为了网络焦点 我也是无意间上网 看到网上牵狗的李小盈 就是八年前诈骗百万的李小盈 河南省安阳市人李小盈以为我办事为由 隐蔽事实真相 骗了我一百万元现金 在多次卸商为果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报案 十年前我在浙江开示了一家电丸城 2011年3月21日 因为这家电丸 我作为公司法人因涉嫌博彩被警方刑事拘留 我被抓后呢 我的妻子孙秀明急着四处找关系 竟然介绍认识了安阳的李小盈 见到李小盈后 她自称能短时间内让我出来 当时她也没说要钱 等办好了让我出来再答谢 不久呢 李小盈用需要去交保释金为由 告知我妻子需要汇一百万元 我妻子为了救我 很快将这笔钱转给了李小盈 打钱过后一个月事情一直没有进展 我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 我妻子发现被骗了 想联系李小盈退钱 多次沟通无果后 2011年10月 李小盈告诉我妻子可以退70万 我妻子同意后 之后就很难联系上李小盈 我出狱后得知妻子被骗经过 开始找李小盈 始终没有见到李小盈本人 2012年12月3日 我以李小盈涉嫌诈骗向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 英都公安分局书面报案 英都公安分局立案后 李小盈拒捕到案接受调查 被上网追逃 2013年1月20日 李小盈被天津警方抓获后 移交英都区公安分局 同年2月6日被英都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同年4月2日 安阳市公安局英都公安分局向英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移送审查起诉 期间案件被英都区检察院退查 又由英都公安补证递交 最终二次补充侦查后也没能呈上公堂 没过多久 李小盈被放了 恢复了自由审 如此清晰的一件诈骗案件 我申诉了八年之久 现在李小盈一直不归还诈骗的钱 仍在外面是逍遥法外 希望有关部门能进入调查 还我一个公道 我要求对本案贪赃忘法的涉案人员严肃查处 让案件回归到正常的司法规刀 并将包庇犯罪嫌疑人李小盈的幕后黑手一并严惩 上面是乌鲁木齐的杜先生发的帖子 他向安阳的公安局报案 而后李小盈被刑拘 之后该案在公诉阶段两次被退回补充侦查 最终则就此作罢 李小盈恢复了自由审 咱们都知道 检查机关退回补充的主要原因 就是案件的证据不足 不足以证明嫌疑人的罪行 此案被退回补充侦查后 公安机关补充证据主要是诈骗款的去向 但检察院却并未接受新的案件材料 对于这种行为 刑事诉讼法规定 对于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 检查机关认为证据依旧不足的 应当做出不起诉决定 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呢 检查机关必须先接受补充侦查的材料 才能在此基础之上认为证据不足 而当前该案中的检察院却干脆不接受新材料 如此行为的合法性实在是存疑 对此呢 曾办理该案的公安棉警也表示 本案案情不复杂 但是事情比较复杂 看看吧 这TM都是什么事 至于说李小盈涉嫌的诈骗罪 要的证据就是这么多 只要证明它符合刑法规定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即可 对此呢 刑法规定 诈骗罪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务为目的 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 使得被害人自动交出财务的行为 往细来说呢 诈骗罪需要证明的就是诈骗财务的 真实性及其数额 行为人所采取的欺骗手段 及被害人自动交付财务的行为 及两者的因果关系 对嫌疑人起诉公诉的条件也很简单易懂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即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充犯 且被告人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该案在两次补充侦查中提交的证据中 共有包括诈骗金去向在内的七项材料 只要和之前提交给检察员的证据材料 能相互印证证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由于本案涉及的诈骗数额多达百万 此案的嫌疑人当然就该被提起公诉 根据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来看 超过五十万的就构成数额特别巨大 对应的法定刑则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直至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不过目前看来该案目前公开的信息 还是比较少 不过既然已经被公开了 那么就会有推荐处理的可能 拔出了萝卜就带出了泥 看来安阳的水不是一般的山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析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